你干啥呢 我升职了 老板刚安排的 哎呀你别闹别闹 赶紧出去跟我出去办点事去 看你脱脑门让我给你当助理 这是老板新给我安排的岗位 尖散关 尖散关什么玩意 咱们家伞不是隔壁报公司总拿吗 老板怕让他们拿 然后特意安排我看着这个伞 你这活着你上天堵就能干 你也不用特意安排你啊 怎么说话呢 行不行你还干干嘛 我得着急办点事 哎不 外面是不是下雨 你拿啥呢 这是你用的伞 拿旁边那个 这伞太小了呀 公司采动伞的时候一个家要 要透明的 给你买了又嫌小了 谁知道透明的这么小啊 你看看这能挡住雨吗 怎么挡不住 怎么挡不住 这不能挡住吗 哎呀我去 那这是黑伞 黑伞谁用它啊 这是老板用的伞 老板用的伞怎么这么大呢 老板比啊 老板每天操劳肯定要保护好 那老板现在不是不用吗 那我用一下怎么办 哎那也不是你能弄的伞 老板天天风里雨里 刀尖舔血的 一不小心就得艾琳 随时准备好这把黑伞 你这让你来看伞 是不让外人拿咱们公司的伞 不是管着自己人不能用伞 这么多伞不够你用的 作为打工人用好自己的伞 我看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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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让我见着见着 你也走这把黑伞不 那你别动 我打给你看 哎呀 呀 这伞挺漂亮的 这里面还是红的呢 足了不是 老板要的就是这份羔羊 哎你说这伞是日本的核伞不 什么核伞 这叫卡拉卡萨 翻译成中文叫糖伞 好 再来 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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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把